股价会说话 它不是一个传言 而是个事实 最近看到了ABF载版 广告前不是瞄到了吗 股价都在大涨 只证明了我们台湾 在载版的实力之强 全球产业新战场 要讲的是 来 事先请上来 为什么现在呢 ABF载版或载版 大家都在抢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做 各国抢着做 之前世青交过 因为它毛利率很高 我特别麻烦世青帮我抓出了 这个ABF载版 高阶载版 听说就是长这边 待会教一下 可是正当我骄傲 台湾表现不错的时候 请看这边 载版制造实力强 搜划的又如何 我们的自主化的程度 是低的 这才是隐忧才要担心 没错吧 好 先介绍一下 高阶载版 OK 这个我们大家看 它是长这个样子 那请给我一个白板 我大概画一下 为什么载版这几年 这一两年这么热 其实过去 我们的这个电脑 比如说主机板 这一块就是看到 我们常常看这个绿色的 那个就叫PCB板 那过去因为制程没有那么精密 所以可能这里是CPU 那这边可能是GPU 我们边写 CPU就是中央处理器 那颗的心脏 对 这绘图卡 GPU就是绘图晶片 都是晶片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PCB就是印刷电路板 那个板子 绿色的那颗 然后就看得到绿色那颗 再来 对 那下面可能还有记忆体 这个我们就写D-RAM D-RAM FLASH这些等等 全部都是晶片 这不同的晶片 对 那以前因为制程没有那么精密 所以你可以东一块 西一块这样 反正把它放上去就好 那但是现在尤其我们不讲别的 光讲手机 手机你是不是小很多 对啊 薄啊 那你要把这边东一块 西一块不可能 你必须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就要把它也不能直接把它放在PCB板上 必须先放在一个窄板 然后窄板再把它搭上去PCB板 中间这个东西就是窄板 等于说上面是CP 我们看刚才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如果把它画侧面 也就是侧面这一个蓝色的 印刷电路板 就是原来这个大块大块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没办法这样 东一块西一块 放的面积太大了 所以来一块这个的窄板 这边有一块的窄板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蓝色的 CPU GPU D-RAN 记忆体晶片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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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晶片 开始往上放 省空间 就是这样 清掉之后 先看一下绿色那个PCB是哪一块 这在这边 这块 有没有看到这块绿色 其实它是一整块 那我们只是为了让观众看 其实窄板在这里 好 那把它清掉 跟您报告 这边是一大块的绿色 就是下面这个绿色 这个就是PCB 不要轻 这个绿色的下面底座的最大块是PCB 然后窄板 窄板就是这一块 然后我们看侧面 窄板是这一块 那我的晶片就是往上放 往上放 所以最底层是PCB 窄板是第二层 上帝最上面那个站在最上面 高高在上的是晶片 好 来看这边 那我们从侧面来看 刚才讲到所有晶片 那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所以晶片可以越做越小 那我们把处理器 这个CPU跟这个GPU 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对 这个就是刚刚画的GPU跟CPU 对 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个东西就叫SOC 这个System on a Chip 这叫系统单晶片 就是这样 把很多的晶片整合在一起 那刚才讲这个东一块 西一块还有包括什么记忆体 所以你把记忆体把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要把它做抑直的结合 两个材料可能不一样 那这里有一块叫中介板 藍色的这个 这个中介板就是说 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 那它也是用细材料去做的 那大家看喔 你只要看到黄色的这东西 这都是铜线 那铜线你要把它跟中介板结合 中间 这个中间有这种白色的球 这个叫锡球 金银铜铁锡的锡 你去看喔 仔细看 等一下我边写 你说这个的这个中介板 中介板它的材料是锡 对不对 然后你说这个一颗一颗的球 这个白色的球是锡 是锡嘛 是金翼锡 对不对 这个锡球材料是锡 然后它的功用是做啥 是这样你去看喔 它这个铜一定跟 这个铜跟这个铜要连结起来 它中间会放个锡 让它能通电导电 那你看喔 这个中间 它中间是不是会有空隙 是是是 那有空隙你才能散热 对 所以你去看喔 这个是CPU GPU 那再加记忆体 刚才不是有讲吗 旺宏说你边运算 这边边存 所以放在一起 那这一整个到这里为止 叫做SIP 叫系统集封砖 System in a package 那请问一下 你刚刚这个黄色的 它是铜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铜 是来通电用的 给这些晶片通电 挺好喔 一颗晶片 两颗晶片 三颗晶片 晶片没有电怎么运作 这铜是给它通电的 那因为这个三颗晶片 又放在这个中介板当中 那这边有铜 这边有铜 都是要通电用 那中间夹一个 你总是要让它串联嘛 散热 这边空空白的位置是散热 可是呢 这个白色的球是锡 就是铜锡 铜 就是这样走的 是对 没错 聪明 好漂亮 好那再继续不要轻喔 那今天的重点 是在这一块 就IC载板 你这边SIP做完之后 你也再把它搭载到 这个高阶载板 IC载板上面 所以你看 这里也有席球 席球 然后给它空间 再让它散热 那最后再下来 才是去接这个绿绿的 这个绿色的部分的PCB板 所以它就是这样 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堆上去 那为什么叫ABF载板呢 因为它是有一间 日本有一间公司 就叫做这个Ajinomoto 叫味资素 你现在去百货公司 或者超商 可能会买到它的调味料 它是食品公司 可是它竟然可以调出 他们这个Ajinomoto 这间公司的 他用他的化学实力 做出这样材质的这个板子 所以叫ABF 对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东西用在哪里 这个东西现在是用在 第一个我们就看嘛 手机一定要用嘛 没错 你手机那么小 你要有那么多功能 你当然是把它整合在一起 一定要用 所以那以前是用这个BT载板 那现在有些是用ABF 那5G手机如果增加的话 你看这个叫系统齐封装 那这个AIP是天线 把很多天线封装在一起 那这个RF射频模组 就是无线射频 无线电的那个电波模组 全部封在一起 封在一起就是把那个 本来都是要走平面的 现在都要放在同样一个位置 差不多 对没错 那我们再看HPC高速运算晶片 其实他就是这个一块板子 那里面好多个晶片 所以你每一个都要一个窄盘 一个这个这样你才可以达到高速运算的用途 那主要这个东西 这个HPC就是推升ABF这两年大涨的主要的原因 你最为晶片封装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去留意 那我问一下 高速运算晶片 成为ABF载板最重要的推手 为什么HPC会成为重要的推手 是不是因为5G AI IoT 自驾车电动车 全部都要用高速运算晶片 对没错 以前是直接把它接到PCB板 可是你现在想 这个晶片越来越小 越做越小 那一样要拉出的那个电路线 我们称脚 那个脚越来越多 要越精密 你不能再弄到以前的那个PCB板 你要有更好的材料 而这个更好的材料 对就是ABF 那他将来以后会用到最多 就瑞涵姐刚才讲了 电动车跟自家车 所以这是他市场的应用 那认识之后呢 我们开始往下走了 现在呢 听说各国都在争载版这块商机 对没有错 我们目前台湾是领先 那这个我们的载版的市占 现在是全世界第一 我们第一 对 百分之四十三 那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大厂 已经开始大量增加资本支出 然后开始扩产 也几乎是要专攻这一块 那再来是日本 日本他很多材料 他也是有优势 只不过说 这个之前落后给我们台湾 因为我们成本比较低 人力成本 那他这几年你开始投资 也开始看到成效 所以ABF 另外这个BT 也是一种是一种数值 也是一种载版的材质 那再来是南韩 南韩的市占就比较落后 不过他最近 这个PCB他慢慢不发展 他完全集中在载版这一块 所以我们台湾要小心 因为他毛利率高 大家抢着作业 对 那再来是中国大陆 其实他市占不大 我们还暂时不用担心 那他大概载版不满 他自己国内载版还不满PCB 整个产值的5% 那主要是在做比较初阶的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暂时还不用担心 那世鑫 是 就算这样看是战略 我们是世界第一名不用担心 对 我就是要担心 来看最后一张 我们自主化程度偏低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其实我们跟半导体 这一块跟半导体很像 我们是晶圆代工很厉害 可是我们之前讲过嘛 设备我们不如人 设备是跟埃斯默尔买的 那材料我们也不如人 化学品也不如人 上游的这个化学品材料 是跟日本买的 那一模一样的情况出现在这边 他其实也是有一些关键材料 那我们刚才讲 几乎都是在日本首重 那这个设备也在这个美国 跟日本的首重 所以我们要注意 那再来竞争者越来越多 传统的PCB版已经成为 这个杀到红海的市场 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 那再来就是生产基地过分集中 在中国 几乎百分之六十三都在中国 那如果说中国像之前疫情出的状况 那这些就很容易 产能受到影响 那再来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手机要用到嘛 对不对 所以可想而知 苹果手机也一定会用到 那现在苹果说 你要当我的供应商 一定要有绿电 对 那我们现在绿电不太够 所以这些可能也是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这个大者很大 这三家很大 可是其他的小厂 可能跟不上他的眼镜的速度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 那另外人才取得不宜 为什么大家都跑去这三大厂 还有理工人才跑去这三家 还有台积电 那没有人要去这个PCB产业 所以这也是蛮麻烦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的ABF载板 市占率最大的是新兴 第二大南电 第三大景硕 难怪股价它最强 好 感谢世兴 非常谢谢您了 很赞 因为之前我画载板 大概就是一个示意图 晶片印刷电路板 中间有一个承载的 叫做载板 今天完全懂了 因为之后东西越做越轻薄 所以中间很多的晶片 CPU GPU 记忆底晶片 要把它进行整合 就要透过了这个的载板 最下面的这一大片 绿绿的这一大片 最底层的才是印刷电路板 这样就懂了 中间当然还要通电了 有锡 有铜这一些 那往下走了 全球产业的新战场 为什么叫它新战场 运用领域这么广 以后用量这么大 谁不抢呢 谁抢呢 你看我们没有错 现在我们市占率 载板市占率还是世界第一 高达43% 但又如何 日本 韩国 中国 大家都抢着做咯 所以我们要努力 尤其自主化的程度偏低了 多数工厂在中国 关键材料在他国 那你怎么办呢 就算现在载板市占率很高 很多的方向 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的咯 也许股价在涨 但是呢 还是要看到未来 这样结论事先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那个图白板画的正好 进广告也要给您更好的 八档太多了 八档ETF呢 集中在17 19号 进行除息 殖利率迷人 3到将近7% 所以呢 到底哪些的标的 你可以买来参与ETF的除息呢 齐帆姐说看条件咯